媽媽和女兒在山林間 手前手漫步幸福的模樣 爸爸開心的發問表示 一家人來到太魯閣運動 沒想到這竟是他們失踪前最後影像 一家共五口人 3號進入沙卡蕩步道沒多久 7點58分發生7點2強震 山崩後失聯 租事情之前 他有打電話給他媽媽 他說那時候還是小震的時候 然後他說現在很平安 下去沒多久的時候 好像就大地震 然後就土石流開始 最後聯絡時間 恰好是在將近8點 山崩後家人輪番打電話都不通 遭及萬分 關注著救援消息 卻遲遲沒在獲救名單看見家人 步道內獲救的6名外國遊客 告訴他們有看到這一家屋口 地震當下 外國遊客位在沙卡蕩步道內 五間屋鄉場灘 距離步道入口約1.5公里 他們說天搖地東之間 回頭還看見一家屋口 在後方相距約500公尺 也就是距離入口約1公里處 不過山崩發生後 就沒再見到這家人 山崩讓原本的路崎嶇難行 救難人員還獲救的遊客 小心翼翼往回走 他們的導遊透露 一行人山崩當時剛好走到 五間屋空曠處相對比較安全 因此躲過 只遊客仍然掛心失蹤一家 家屬發出過往照片 兩夫妻和兩女一男三位小朋友 幸福開心的模樣 怎麼也沒想到這幸福的五口 遇上山崩失聯 家屬指出爸爸的眉間有明顯胎記 媽媽當天穿黑色衣服搭牛仔褲 小女兒穿著彩色條紋上衣和短褲 希望所有人員或是任何民眾 能注意到他們身影 從小貨車上下來 立刻拍掉身上的灰土 這八名外籍遊客向周邊台灣民眾致謝 因為地震發生後 他們受困在中橫山區整整一天 終於在四號早上 遇到從山越村下山的車子 熱心的台灣民眾 將他們在下山順利图困 衣服上沾滿泥土非常狼狽 這名遊客指出 地震後他們就沒有訊號 也沒WiFi 沒水沒電 雖然身上有一些食物 但很快就吃完了 索性大家一起合作 才能撐過難熬的情況 他們也感謝台灣人的熱心協助 八名遊客沒有受傷 目前也已經抵達台拔貢物段 特搜救災指揮中心 平安獲救 東修文綜合報導 圖示崩落如雲霧 突然出現山壁肩 外國旅客拍下這段畫面 下一秒拔腿就跑 八名外國旅客到花蓮泰魯閣旅遊 不幸碰上地震 一度受困山區 好在最後順利獲救 開心直呼好幸運 這次受困的外國民眾 總共有四位英國人 和四位瑞士人 地震發生後 泰魯閣山區土石不斷崩落 外國旅客和外界隔絕 只能等待救援 所幸最後一群人平安無事 沒有受傷 外國旅客笑得開心 經歷了劫後餘生 而將他們從山岳村送下山的工程 江先生同樣也是受困民眾 當天早上他帶老婆從山下開小貨車 送水到山岳村 沒想到卻發生地震 擔心落石危險 就讓外國旅客搭順風車下山 因為我剛好有火車 我就想說可以帶一些想要下山的人 其實我們語言不通 但是在上面大家相處的都還蠻開心的 熱心民眾展現國民外交 搜救隊也將幫忙外國旅客處理後續問題 來台意外碰上天災 能平安回家就是最大福氣 東森新聞黃一鳴徐一騎王七華花蓮採訪報道 陣陣搖晃伴隨物品掉落的聲音 帶著白帽老闆兩手端著早餐跑了出來 沒多久客人們跟著衝到大街上 邊跑不忘邊回頭看 甚至還有人想再進去拿東西 但一眼看房子越來越歪斜 自己也站不穩 前一秒還好端端的餐桌椅 一瞬間被壓垮卻毀 驚險一瞬間 早餐店在地震這一刻被移為平地 兩柱全塌漫天成土 五層樓的屋頂和窗戶飛散 就連路旁的電線桿也被扯下 等到一切暫時平息 大夥才回過神 驚覺自己離死亡就差那麼一點 就連願從新加坡來的旅客 回想當時狀況也心有餘悸 我們是家裡面吃吃早餐 然後我們就跑出來了 就是那十七個人其中六個 感覺不對他就跑 每一個都跑出來 整個倒塌下來 真的很驚險第一次 原先是來台灣旅遊 沒想到會碰到七點二長震 又剛好位處鎮央所在地 卻難怪他們這麼驚慌 我們從沒有經歷過 他們的東西都在搖搖搖搖 我們又怕 有電線有欄杆 我們又怕屋子都跳這樣 就是我們自己本身自己 真的很怕 真的很怕 感覺都不一樣 真的是人生的意思 還好一家人平安無事 目前也被安置在吉安鄉月光寺 所成立的臨時收入中心 有提供簡便的餐包 飲品和生活所需物資 雖然比不上大飯店 但能安穩地睡一覺吃一頓飯 那就是現在最好的事了 畢竟誰也不知道天災何時降臨 像這樣短短幾秒鐘 就將一間經營三十多年的早餐店 化為塵土 雖然拆除後 未來還能重建 但過去老闆和顧客們 在這度過的幸福時刻 卻再也無法回復 東三新聞 黃一鳴 王光臨隨環 花蓮報導 平安回家 平安回家 真的 江先生夫婦擁抱 慶幸四里逃生 因為他們說走就走 3號凌晨3點 夫婦兩人就騎著 這輛機車由大林出發 要到泰魯閣灣 兩人先到荷幻山拍照 沿中橫公路 騎到碧綠神木 進入泰魯閣國家公園範圍 休息10分鐘 再騎15分鐘到慈恩附近 也就是中橫公路 132.5公里的地方 這時地震警報 响起巨大的落石 擋住兩邊的路 老婆嚇到昏倒 就聽到樹葉落下 然後就聽到 全部前後就落石了 我跟我老婆腿都軟了 想說心想 這次一定可能 可能也沒有救了這樣子 老婆下婚 江先生趕快用手機打110求救 警方說沒辦法救援 打119也說案件太多救不了 隨後出現第二次大型的余震 又掉下大石頭 他拉著半昏睡的老婆 往後退 在打電話箱附近分住所求救 分住所說 會快點派人救援 一度要出動空勤 吊掛救援昏倒的江太太 15公尺 你的落石 後面的話 離我們車大概10公尺 我們就被 就被找到了 剛好我們在那個小小一個空地 直到下午2點半 聽到山貓事工聲音 這時老婆也恢復意識 道路搶動後 警方告訴他們前方過不去 兩人馬上拼死其原路回去 晚上7點到家 有救了 我就一直哭 然後就感謝 對感謝那個山貓 對 經過這次地震 兩人要去廟裡拜拜 當然也不敢說走就走的 就往山區裡跑 東森新聞 吳心梅 在嘉義報導 黑硬直升機進到花蓮山區 在空中搜索受困者 終於來到何人礦場 小心翼翼吊掛受困的礦工 他們因為這次7點2強震 突失崩落受困山區 4號上午第一梯次直升機起飛 成功吊掛三名青商礦工 並順利協助三人送醫 雖然幸運逃過一劫 但卻因為道路中段受困山區 度過驚恐一夜 或之後仍然雨季遊存 第二梯次空情直升機 再次吊掛三人 總計順利救援六名礦工 至於不幸身亡的理性員工遺體 也在9點多後送至花蓮殯儀館 我們來 再來 小心小心 而在和平礦場 清晨直升機投放救援物資後 接著有台泥員工 與當地部落青壯年 一同上山協助 帶著受困者分批步行下山 孩子看到爸爸歸來 衝上前擁抱 64人全數平安 家屬心中的大石 終於放下 直升機還有一組飛往天翔管理處 金英酒店 確認九區棟的金英酒店員工 約30人 人員狀況 搜尋人員垂降落地 才得以瞭解當地實際受困情形 封信黃一鳴黃建華 徐宇晨華聯報道